荷兰蒂被蜘蛛咬了变蜘蛛侠 浩克被炸弹辐射后变绿巨人 咱们李光珠呢 直接大便活鱼 你没有看错 眼前这个鱼人 就是李光珠 因为抵挡不住 试药的丰厚报仇 光珠自愿参加了人体试验 可未曾想到 就是这次试药 让他变身为了一只胖头鱼 一个雨夜他从实验室逃了出来 走投无路的他只能投奔前女友宝英 可宝英不想被他拖累 一个电话打给试验制药公司 光珠又被捉了回去 另一边 初出茅庐的天兮立志成为一名 揭露社会黑暗面敌正义记者 这天面试 电视台部长交给他一个任务 让他去采访胖头鱼光珠 任务完成得好 就能正式入职 于是天兮找到宝英 两人假扮外卖小哥 潜入制药公司 一起把光珠从实验室救了出来 与此同时 通过天兮的镜头影像 大便活鱼的新闻一经曝光 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反响 大众纷纷谴责医药公司的残忍 实验负责人 博士在内的所有人 都被舆论卷上了风口浪尖 可有人欢喜有人愁 由于拍到独家新闻 部长破格提拔天兮转正 就在他打算进一步采访时 一个老人便闯入了天兮家 二话没说 一巴掌抽在人鱼光珠的脸上 原来这是光珠的父亲 他已经找好律师 准备状告制药公司拿到赔偿金 以保证下半生吃喝不愁 不久 研制药物的博士发表了公开道歉 并解释了药物的原理 指出药物一旦研究成功 不仅能解决人类口粮问题 还是治疗癌症的神药 加上媒体的大肆宣扬 道歉会竟变成了宣传会 另外一边 光珠父亲还在和律师商量 该如何胜诉得到赔偿金 而舆论也已经发酵得越来越厉害 胖头于光珠此刻 俨然成了一个大网红 人们认为他是当代年轻人 就业男的象征 都穷到跑去做人体实验了 一时间 他受到无数人的追捧 还出现在各大新闻头条 关于他的周边产品也被疯抢 可谁能想到 在他变成鱼之前 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普通人 普通的长相 普通的家庭 普通的连同学都记不起他这个人 现在出了丑却成了名人 也不知道他该高兴还是难过 这条人形胖头于 正被缓缓送进CT一期 从影像结果来看 专家都感觉非常棘手 他从人到鱼的变化速度太快 骨骼已经彻底变成鱼类 各种专家轮流治疗 最后只得到了 一个又一个绝望的诊断 在医学界都无能为力的情况下 很多人自称能够治好他 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 餐桌上 看着大家都吃香的喝辣的 而自己只能吃鱼时 光珠陷入了自闭 看着他沮丧的样子 大家决定再尝试一次 一行人来到教会 台下的巫女在挑大神 台上的牧师正大声祷告 可突然 洗礼变成了人身攻击 一旁的父亲看不下去了 一拳干翻了牧师 为了尽快胜诉拿到赔偿 律师告诉光珠 要塑造受害者的形象 博取民众的同情 引导舆论走向 说着就让光珠给大家笑一个 这是光珠的父亲问律师 如果胜诉 他能够拿到多少钱 听完此话 一旁的宝英听不下去了 质问他是不是光珠的亲爸爸 就这样两人当场对骂了起来 说到底 在座的几个人都是有私心的 一开始就是宝英 把光珠卖给了制药公司 父亲想通过诉讼拿到赔偿金 律师想通过这场官司出名 而天息也可以因此转正 反倒是光珠 对这件事并不关心 只顾着一个进而的喝水 与此同时 胖头于事件的舆论风向 却在悄然改变 博士通过新闻揭露了实验的细节 他声称药物引发变异的几率很小 一千多个实验者 只出现了光珠这一例变异 而制药公司也开始暗中作怪 诬陷光珠调戏护士 违反了医疗协议 才触发了药物的副作用 一时间 网红直接变成了猥琐男 甚至还有人当众向他颇油漆 这天 天息回到家后 发现光珠竟躲在他家的浴缸里 原来是一帮中学生在路上袭击了他 虽然光珠嘴上说着不怪他们 但外界的舆论压力还是让他抑郁了 李光珠从RM下车后有多惨 因为一次人体实验 他变为鱼头人身 只能靠不停喝水 不断喷脸 来维持身体湿润 这天他忍不住舆论的压力 上吊自杀了 天息下班回家后看到这一幕 立马就吓了光珠 好在于没有脖子 他只是鱼塞受了点小伤 然而经过这次事件 他的心态却产生了变化 这天晚上 来到前女友宝英家门口 躲在角落等宝英回家 然后低下头向对方道歉 说完转身就要离开 此时 宝英终于忍不住了 他大骂自己是个混蛋 不仅把光珠卖给了制药公司 还总喜欢在别人面前装优越 自己不值得光珠对他的好 听到这儿 光珠转身塞了一把钱给宝英 说完转身就走了 第二天 光珠回到制药公司 自愿接受实验 希望可以加快药物的研制进度 可研究员却并不把他的牺牲当回事 在测试时不仅嬉皮笑脸 还因为马虎大意 错把药物剂量提升了三倍 看着躺在地上的光珠 博士大骂研究员没有进卫星 怎么说这也是个人了 很快 新药研制成功 博士拿着配方会见公司高层 希望可以尽快向民众普及 然而公司社长 却决定把药包装成奢侈品 以便获取更多的利润 随后 博士把这件事告诉了光珠 最终光珠因为药物过量 死在了病床上 后来 这件事又有了新的变化 律师经过调查发现 博士其实可以把光珠变回人类 但是他并没有出手救治 博士因此被捕入狱 而律师摇身一变 成为了国会议员 与此同时 其他几个人的人生也发生了改变 宝英考上了公务员 光珠的父亲开始从事慈善事业 而天希跟部长回到乡下 转行当了剪辑师 这天 宝英送来一张照片 天希只看了一眼就连忙赶去监狱 找到了博士 原来光珠并没有死 博士说虽然可以帮他恢复人形 但光珠已经不想做人了 这里没人为他着想 世间根本容不下他 他想回到大海 像鱼一样活着 临走前 他拜托博士 如果天希来找他 就把所有的秘密都说出来 因为只有追求真相 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记者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受到点拨的天希 回到办公室 拿起摄像机 决定继续当一名记者 电影到此就结束了 故事虽然荒诞 核心却是对人性的拷问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突然变异》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